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定要开始进行他的绕境行动 这一次有超过五万五千多的信众报名 所以是人数蛮多的 白沙屯妈祖近乡 在深夜已经放头旗揭开序幕 什么是放头旗 头旗的话就是它就是一个 像刚才我们在讲军队 然后它就是先锋要往前带着大家 不管有形的无形的 我们都是要带就是有我们的头旗 然后带着大家往前走 这就是头旗吗 对 这个现在就是放头旗的一个影片 我们可以从里面就是知道 这头旗我们一年的结束 就是进香整个结束的话 我们会把它收到那个神房里面去 然后等到像现在开始要放头旗 才会从神房里面 然后把它取出来 然后交给我们的 就是由我们的组委跟直年儒主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由我们的头旗主的人员 来负责把它安坐在就是我们的 那个笼柱上面 那这个东西 那就是代表就是要出发了 对 我们已经开始 开始 这个深夜的话就是紫时 紫时出发 就是开始放那个头旗的话 准备要出发 对 早上我们就要吃早栽 就是吃素 那白鲨豚跟大甲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大甲就是要到嘉义之前都要吃素 那我们就是只有这三天吃早栽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寇军 寇赏军 那个冰军马军队降临 靠手 对 我们那个头旗是带冰的 那军马指的是 就是无形的 看不到的 我看起来要更加的 不是 更加是更加的 所以我们的冰 我们要让它吃得饱饱的 才有办法带着我们一起带着我们 天兵天将 对 天兵天将 神将 很多人都会搞错 就是会拿到庙里面 其实不是 他是要给我们的那个头旗的 这些将军将领吃的 所以要放在头旗的前面 所以这不是拜妈祖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都会以为说这是要拜妈祖的 台青 头旗是不是在整个 绕境的过程当中 绕了一个人贏了对吧 对 听说那个人不能 只能往前不能退后是吗 对 我们 当兵 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将军在这里 我们有太多的就是舰长在这里 就知道说我们就只能往前冲 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将军 我们兵 一直往前冲 他怕在最头旗的不是 对 最头旗的 问题是白沙团 妈祖跟大甲妈 很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其实他在走的时候 在绕境的过程中 另外一边不知道 妈祖要去哪里 他自己去隔天 好 我如果是逆旗的人 我站在头旗 妈祖在后面 他们左转了右转了 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呢 绕一圈 绕到妈祖的后面追妈祖 所以这是我们 像我们很熟悉的人 我们是绝对不会跟着头旗走 因为你跟着头旗走 只要妈祖转的方向 他就要绕一大圈再去追妈祖 所以有时候很长的时间 就是说有时候晚上要住假了 那妈祖已经准备休息了 可是我们等不到头旗回来 因为他不能后退 所以他就只能一直绕绕 绕很多路 然后找到妈祖的位置 然后他才能够就是休息 那这些将军 兵马 全部都已经休息了 妈祖也休息了 我们要落枚 落枚以后大家才可以休息 台鞋在今天带了很多段 珍贵的影片 这是过去你们绕境的 过程当中的珍贵影片 我看到有一段影片 是有限中中邪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就是那一天妈祖 就是从北港出发 早上 就是从北港出发 可是但是妈祖怎么会中邪 照理说妈祖在妖魔鬼怪 应该是避之为恐不及 其实我跟你讲 真的 我们刚才讲到头旗对 他其实除了开路之外 他还有一个除煞的功能 其实他为什么走在前面 其实是除煞 但是人总是有运势的高低 有一些身体的问题 我们只能就是说 从现场来讲 他本来是好好的 跟着家人去拜拜 那是突然就失控吗 突然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是两三个大男人 都抓不住他 然后把他压制是压制不了 然后他就一直叫 一直尖叫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妈祖刚好休息完 要准备出发了 所以出发的时候 妈祖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 用他的叫感在他头上 在帮他加持 在帮他驱 加持 对 驱魔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状况很奇怪 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是一个很特殊 就是他就只是一直叫 然后他的那个声音很淒利 就是说你从来 不就一般人不会这样子去叫的 所以我们看到那是刚刚 刚才妈祖把他加持完 你看 这个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好几个大男人 然后这样抱 就是抱住他也抱不了 然后把他压制也压制不了 所以妈祖就把那个神叫就过来了 然后帮他加持 然后到 他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的不叫 然后才开始平复 然后平复完以后 妈祖就出发走了 然后那些医护人员 才把他送上救护车 就是妈祖帮他加持驱血 对 就是说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 还有一对影片是我们看到 妈祖是不是很喜欢人家放鞭炮 妈祖最爱热闹 爱老 对 爱老 因为就是从北港 其实北港真的是 炮也很有名 假炮 就很有名 对 然后当然 就是说在北港那边 炮有名 但大家也很热情 所以那个民宅的主人 他就已经放了一大堆的鞭炮在外面 所以妈祖就走过来了 可是走过来以后 他就站在门口不动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妈祖你怎么不动了 你到底要干嘛 他就是 然后主人才想到说 对 我还有鞭炮还没有放 然后就赶快进去里面 所以妈祖是在跟他脱炮了 对 对 要让他比较乱 比较乱的 有一个说法 你怎么不要放 对 你就买来来供应我了 你就买了 那你为什么不放呢 所以他就站在门口不动 我就等你把所有的鞭炮拿出来 放完我再找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妈祖你也这么爱吃炮 对 要老了 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其实在家里面堆积了 那么多的鞭炮 其实也是有那个危险性 危险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 妈祖也说 为了你的安全 然后让你更旺一点 你就把它全部放了吧 对 妈祖不只是爱老了 也很爱孩子 那有命的 有命的 对 就有命的 就是他每一次遇到小孩子 都有欲罢不能的 一定要回来 就是看看这些小孩子 有时候如果可以 还是让他们就是弄掉他 这个影片是 有一个画面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画面 那个有一个双语幼儿园 然后他们在那边 这是双语幼儿园 对 其实他们 就是也没有走出去到大马路 他们就在自己的门口那边 然后老师就带着他们在那边 跪着要拜拜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北港的那个正公所 在那里面 正公所结束以后就来这边 然后小朋友 他们就跪在里面 所以其实也没有人会发现他们 那个词状况就是 妈祖已经在就是弄掉他 随着人龙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妈祖应该不会再 就是即使有看到 也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没有想到 妈祖竟然走到一半 就才走过 弄完串刀没多久 他整个轿子往回拉 然后就跑过来 然后回去了 对 回去 然后甚至就是到了这个 幼儿园的就是里面 然后帮他们赐福这样子 所以就整个那个 给人家感觉就很温馨 小朋友也很兴奋 然后老师更兴奋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次 妈祖带给人家一个 很非常 很温馨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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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